SBL上个月30号首都在高雄巨蛋举行了总冠军赛 那么吸引了将近有6000名球迷 行销单位为了炒热气氛呢 在这个比赛当中只要有球员灌篮就送大家汽水一瓶 球迷很开心 喝完之后才赫然发现这个汽水已经过期两个多月了 SBL总冠军赛球员灌篮得分 全场掌声如雷 行销单位大方送场边球迷每人一瓶汽水 没想到却有人喝到过期饮料 就是这瓶汽水平身上头写着有效日期标示于冠底 但比赛当天是3月30号 汽水的有效期限只到1月19号过期了两个多月 活动应该要省深一点吧 这样不太好 都已经喝下肚 球迷才发现汽水过期 将照片po上网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还有人回应自己也喝到过期汽水 我们在前一档的活动就有库城的雪碧 那在这一档活动的时候 我们工作人员他在搬运的过程中 疏忽去检查到 就是他的有效期限 所以他搬到了过期的雪碧 这边我们真的深表建议 那我们也不要 我们一定会全权负责到底 行销单位坦诚是工作人员取货书师 也颇网道歉 除了全面清点剩余饮料 确认没有过期外 也赠送球迷SBL的门票 比赛纪念品 希望网洋补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高雄报道